大家好,我是张品昌 来自中国科学院南来海洋研究所 今天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 来到格志润道 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海底火山的故事 2022年是一个海底火山不安分的年头 在今年年初,1月15日 太平洋岛国汤家境内的洪阿哈帕伊岛 发生了火山的喷芳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火山猛烈喷发之后 整个小岛几乎都沉没到了海面之下 造成了汤家整个国家的中讯通断 房屋、道路等建筑物损坏 大气污染以及人员的伤亡 我们从卫星的图像当中可以清晰地看见 汤家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与气体 形成了一个直径约为450千米的火山灰柱 冲向了万米的高空 就像我们原子弹喷发的蘑菇云一样 专家估算 这是汤家火山的喷发 能量相当于1000颗广岛的原子弹 与此同时 火山产生的巨大的能量 推动了整个太平洋的海水 引起了史上罕见的岳阳大海啸 最大的海啸波幅达到了1.5米 那汤家周边的太平洋的国家都受到了这次海啸的侵袭 近的有斐济 新西兰 远的有日本 智利 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专家分析 这次火山的喷发可能是10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汤家火山喷发没多久 就在1月28日 日本的阴岛火山也喷发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在6月27日和7月24日 一年之内大规模的喷发了三次 这座火山不但学到了汤家火山的这个暴脾气 一年时间之内还发了三次脾气 可真是一个脾气糟透了的家伙 虽然阴岛火山喷发的强度 它比不上汤家火山 但是它的火山灰柱最高也达到了3400米 相当于6座广州塔的高度 到了今年的年底 也就是11月29日 美国夏威夷群岛上的茂纳罗亚火山 在沉寂了38年之后再度喷发 我们能看到炙热的熔岩从火山口奔涌而出 火红的岩浆沿着火山的山坡 就像河流一样流淌 所到之处浓烟滚滚 烧成炭黑 寸草不生啊 那茂纳罗亚火山又是谁呢 它可是响当当的地球上最大的火火山 它出路海平面有4170米 如果从海底开始算起的话 整座茂纳罗亚火山达到了将近9300米的高度 比珠穆朗亚马峰的高度还要高 所以刚才提到的汤家火山 阴岛火山跟它相比 都只是它的小弟 大家可以看到 火红的岩浆流入湛蓝的大海 场面极其壮观 当红与蓝两种颜色相互交融的时候 合奏出的是一曲《谁与火之歌》 也不知道火山门是不是都是约好的 没过去几天 12月4日 在太平洋岛国印尼境内 塞梅鲁火山也喷发了 造成了两千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巧合的是 去年在同一天 这座火山也喷发了 造成了将近50人的遇难 以及数千人的受灾 那接下来 我就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些火山 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全球火山分布图 红色的相角形 标注了地球上所有的火山 闪烁的黄色的星星 标注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四座火山的位置 这里面大家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这四座火山都在太平洋当中 据统计 全球的海底火山约有两万座 太平洋就拥有了一半以上 到这里我就给大家温习一个 我们以前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一个知识点 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也称作是环太平洋火环 因为在这个地带上 是地球上火山地震最活跃的地区 刚才提到的日本 印尼 唐家的火山正是在这个火环当中 你也许会好奇 那究竟海底的火山是怎样形成的呢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地球内部的结构 因为火山是地球内部物质和能量 输送到地球表面的过程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地球内部有地核 地脉 地壳 地壳和地脉很厚 地壳很薄 地核可以分为内核 外核 地脉可以分为下地脉 在上地脉当中 有一层平均厚度300千米的软流层 在这个软流层里面的物质 就像熔熔的岩浆一样 是可以流动的 在这个流动的软流层上面 就是我们地球的表面 是一层固体层 叫做岩石圈 也称作是板块 那我们地球表面这个固体层 漂浮在软流层上面 那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 地球表面的板块运动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板块构造学说 它描述了我们地球内部的运行规律 它说地球板块内部是坚固稳定的 板块的边缘是可以活动的 地球内部的地脉对流 驱动了地球表面板块的运动 并塑造了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地球内部轻的热的物质上涌 板块扩张增生 形成大洋中极 与此同时 冷的重的物质下沉 板块俯冲 消亡 形成海沟 火山就是在这个地球内部运行 规则下的产物 海底火山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根据我们地球内部运行的规律 第一种是我们阳极火山 它形成于我们板块增生的边界 当板块扩张的时候 海底火山沿着大洋中极喷发 形成了一条条成千上万公里长的海底山脉 第二种是岛湖火山 它形成在板块消亡的边界 当板块向上俯冲的时候 它会带着水和碳的沉积物 以及石头进入地球的深部 随着温度压力的不断增高 岩石发生溶溶 岩浆喷发到海底 那这种岛湖的火山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湯家 日本 印尼的火山 还有一种火山 它并不像刚才那两种 发生在板块的边界 它发生在板块的内部 我们称它为热点火山 那什么是热点呢 热点是地球深部 热物质集中的地方 那就好比说我们家里 燃气罩的火源 我们地球内部有一个燃气罩的火源 它不断地去烤着我们地球表面的板块 当这个火源把地球表面的板块 烤穿的时候 岩浆就会喷发到板块的内部 形成了板块内部的火山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夏威夷火山 就属于这种类型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海底火山 岩石的游泳都会在火山底下 构建起一个岩浆房 这个岩浆房就给火山的喷发 提供岩浆 岩浆通过熔岩的通道 到达火山口 喷发熔岩 熔岩形成熔岩流 冷却了之后 就会堆砌起成状的火山结构 我们的研究团队 对海底火山的内部结构 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选择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海底构造 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那是西太平洋的一座巨型海底火山 它的名字叫做大塔木火山 它的英文名字叫TAMU 是来自于我在美国 攻读博士学位置的学校 Texas A&M University的英文首字母 刚才我提到了 夏威夷茂纳罗亚火山 是地球上最大的火火山 十年前 我们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图 蓝色的曲线勾勒的是太阳系 我们人类探明的最大的火山 是火星上的奥林帕斯火山 绿色线勾勒的就是 夏威夷的茂纳罗亚火山的轮廓 下面黄色线是指的 我们研究的大塔木火山 通过这个对比图 我们可以看到 大塔木火山虽然没有 茂纳罗亚火山那么高 但是它的宽度 面积 体积 都超过了茂纳罗亚火山 所以我们指出 大塔木火山是地球上最大的 单体火山 它的宽度 可以跟火星上的 奥林帕斯山相拼命 大塔木火山生产在 几千米水深的太平洋的海底 它离周边的陆地也有上千公里远 我们需要乘坐 现代的海洋科学调查船 带上先进的探测设备 结合着卫星和陆地的通讯 才能够对这些海底火山 进行详细的海洋科学考察 这种海陆空联动的调查体系 我们把它比喻成海洋情报吸尘机 今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多次出海调查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 和科研人员合作 一起推进海底火山的研究 2015年 本人有幸作为联合首席科学家 主持了大塔木火山 最近的一次海洋科考 在这次海洋科考当中 我使用到的是地球物理的方法 我经常把它比喻成地球医生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简要地介绍 两种代表性的方法 第一种叫做多波数海底侧身 就像量身高一样 它利用的是回升探测的原理 在船上发送多个生脉冲 获取船下的垂直深度 以及与船际相垂直的 一定宽度的面内水深值 从而汇集出高精度的海底地形图 在我们在大塔木火山获取的海底地形图当中 很清晰地能看见 整一座火山 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穷龙状的形态 所以它也叫做顿状火山 它各异的坡度比较缓和 就像一个大大的煎鸡蛋 摊在了海底一样 它高出周边的海底大概4000多米 最宽的长度达到了650千米 总占地面积有30多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们广东广西 两个面积的总和 海底地形反映的是火山地表的形态 那如果我们想看看火山内部的结构是怎么样 我们需要给火山造一个CT 这种方法就叫做海洋地震探测 这种方法通过在海面上 人工激发地震波 观测和分析地震波 在不同岩层当中的传播规律 推断地下的岩层结构 那出海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大容量的压缩空气墙 作为阵源激发地震波 同时使用几百个高灵敏的减波器 来接收地震波返回的信号 那有了这些信号 我们回到室内 就能够放到高性能的计算机当中 用专业的软件 分析和处理数据 最终我们获取地下的岩层结构 在大栏木火山的中心 我们采集到一条代表性的地震波面 正如右边所示 这火山的顶峰是火山的主喷发口 它喷发出来的熔岩向两翼流动 熔岩流冷却了之后 堆砌起层状的火山结构 那我们观测达到的结果 跟我们左边看到的这个 教科书里面描述的层状火山结构横切图 基本是吻合的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实际的科学观测 印证了我们教科书当中的抽象概念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开始担心了 这么大一座火山 如果喷发了的话 可了不得 我告诉大家 还不用担心 根据大坦木火山 岩石定年的结果 这座火山是形成于 一亿多年前 早就不再活跃了 它是一座古老的死火山 一亿多年前 那是侏罗纪 那还能看到恐龙呢 大家很自然就会联想到 这座大火山的喷发 它跟恐龙的灭绝 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这一点还有待日后的科学证 大家可能还担心 在我们国家以及周边的海域 海底火山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呢 这个分布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及周边海域主要的海底火山 是分布在第一岛链上的 第一岛链是哪里 日本 中国台湾 菲律宾 这里面有数量众多的岛湖火山 动力比较强 影响也比较大 幸运的是 离我们中国的大陆 还是有段距离 那在我们中国的大陆架上 有零星的海底火山 例如在我们海南岛 雷穹地区 但这些火山数量都比较少 影响也比较小 回到我们居住的越港澳大湾区呢 在火山灾害方面 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相对比较安全 那最后 我将谈一下 我们可以怎样 监测海底的火山 来于科技的飞速发展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 很多高精尖的这些科技法宝 可以用于监测我们的海底火山 我这里列出的例子 包括海底地震仪 水天气 海底光纤 生脱测量 浮标和毛细 这里面也包括了 我们熟知的一些大国重器 深浅期的蛟龙号 奋斗者号 深海勇士 还有远洋大型科考船 科学号 探宝号 雪龙号等等 有了这些先进的海洋科学设备 跟陆地上的基站 雷达 以及空中的无人机 卫星 联动起来 构建起的就是一个 海陆空全方位的海洋科学观测网 最近国内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 透明海洋立体观测网的概念 什么是透明海洋 它将从空中一直到海底 建立四个层次的立体观测网 包括空中的天机观测网 海平面的海气界面观测网 水体中的水体观测网 以及海底的海底观测网 同时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 建立海洋观测数据的处理分析中枢系统 最终实现海洋的状态透明 过程透明 变化透明和目标透明 这是新一代的全球海洋 高时空分辨率的立体观测网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 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 我国将建成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 在东海南海建成海底观测系统 实现从海底到海面的长期连续 实施原位的综合观测 科学观测网将进一步支撑 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科研的能力和水平 体现了我国海洋强国的国际地位 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我是张云昌 谢谢大家